隋朝年间 江苏太仓突然流行瘟疫 得病之神全身长老红枕 发烧咳嗽 痛苦不堪 哎哟 疼啊 城中有一药店老板王真见此情形 赶紧令伙计在城里到处贴布告 说自家有治病良药 没多久药铺前就排挤了长队 仓库里屯的变质药材全部都受义工 王老板 信息好 再卖一些药给我们吧 真的没有药了 你们再等两天吧 伙计中有一个叫大牛的人 老实忠厚 忽然记起 以前在医书上见过一种江边柳树 将树根挖中 磨散内服 可以消除红枕 树风清热 于是便跑到江边去寻找 果然 被他找到了一刻 啊 太好了 果真有这种柳树 回家途中 大牛 路过一条漆黑的巷子 大牛 请喝药吧 没过多久 河上的红枕 竟消失了不少 大师 我们吵得越来越厉害 我们吵得越来越厉害 准备将黄真和大牛 抓去官府 大家听我说 我不知道之前的药怎么样 但是现在 我已经找到了新药 走走走 建官去 他们祸害人 大家听我说 有话到官府去说 对 走走走 建官去 住手 大牛没有卖假药 我的病就是大牛的药治好的 如若不信 你们尝尝这副药 就明白了 说完 他打开药包 一包是已经喝过的药渣 另一包还是味尖的药材 大家前床都半信半疑 没人敢上前试药 我来尝 这人正是大牛的母亲 大牛当众熬起了药 他将药喝下 不一会儿 他脸上的红枕全然消退 烧也退了 众人惊奇 大牛 你这是什么药 大家别着急 这就是我在江边找到的新药 我这就带大家去取 大牛便带着大家 来到昨晚挖树根的江边 说明了前因后果 王真见状 准备偷偷溜走 却被一面无形的墙壁阻拦 我人哪里走 王真扑通一声 跪地求饶 大师 我知道错了 放过我吧 这时 众人家和尚竟悬空而立 随即天空出现了一朵莲花 和尚化身为观音菩萨 立于莲花之上 地面长出许多能致病的柳树 朝念观世音 目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 念佛不离心 一切灾殃 化为尘 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显灵 救了太苍城的百姓 众人连忙跪地口白 随后观音菩萨腾云而去 王真做了措施 受到教化之后 卖掉家当 在江边筑起一座观音庙 和大牛日夜职守 供奉观音菩萨 还在观音庙旁 建了一个小屋 保护怪流 并种植许多其他的草药 救济得病的穷人 此后 太苍城的百姓 经常来这座观音庙前 祈求菩萨保佑家人健康长寿 并把观音菩萨 救度瘟疫的故事 广为流传 人们天天送遍观音菩萨圣号 师祖念经 学佛修心 这次观音士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严命观音